以隆坡猛杀区 星期天凌晨发生一宗恐怖解杀案 两名汉匪仇十八冷刀 闯进一对退休夫妇居住的独立式洋房打劫 七巡屋主奋力反抗不过 当场中刀惨死 女侍主右手也被砍伤 凶途事后逃逸无踪 这一起酿成一死一伤的结案 发生在凌晨三点三十分 两名露面的印尼男子拿着八冷刀 闯进孟沙区这一户 拥有七间房的双层独立式洋房 屋主是71岁的农业研究 与发展局前科技资源部主任旺哈山 匪徒要挟男侍主 与70岁的妻子沙利法交出财物 受害者拒绝就范激怒匪徒 一连两刀砍向男侍主的脸部和颈部 女方的右手也中刀 吉隆坡刑事调查组主任聂罗斯透露 警方接到受害者孩子投报后 凌晨四点赶到现场时 男侍主旺哈山已经弃绝身亡 个视频资源部主任 今次ห像全das работает 你好轻好轻快 就是吸取激发 重量三浦所 尼金 véritable 子亭所 有同日 轻易屏 马轻易层 都会мо张 pil 现在 Maintenant 马轻易属 按数時 两名匪徒掠夺财务得手后 从厨房窗口逃之夭夭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点第302谋杀条文 调查这起案件 暂时还不清楚受害者的财务损失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